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滑鼠的部分 各位應該都有用網頁對不對 那請問一下 你如果要把這個選起來 你會怎麼選 把這個文字選起來你會怎麼選 像我剛剛這樣 這樣有點累耶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要眼到手到 沒錯吧 眼睛到了 控制大腦說手要按住滑鼠 所以很麻煩 可是我閉著眼睛也可以 沒有啦開玩笑啦 你覺得這樣有沒有比較快一點 啊再看一次 這一段我要 還是你比較喜歡手工的 因為這樣手工比較貴 真的就三下就好了 一二三 有沒有看到我滑鼠按三下就好了 了解齁 如果你按兩下呢 是一個詞 有沒有發現按兩下是一個詞 事實上這個方法 各位在office可不可以用 也可以啊 一樣的概念 只是網頁上你可以這樣子 有沒有比較快 有齁 那另外一個呢 還有一個在這裡 網頁瀏覽也有快速鍵 欸各位平常用網頁有沒有用過快速鍵 你都不能體會 萬一有一天你們滑鼠離你而去的時候 蛤 你的滑鼠有沒有有一天會離你而去 哈哈哈哈 因為你現在都觸控的 所以他離我去沒關係 哈哈哈哈 沒有滑鼠的電腦你要怎麼用 我以前就有一段時間是這樣子 所以後來我很會快速鍵 哈哈哈哈 事實上我們來看一下齁 如果你覺得這個字 比較大或比較小 尤其我們在看一些英文網頁的時候 字比較小怎麼辦 你明明螢幕過大啊 所以你就這樣這樣 這樣不是比較好一點嗎 有沒有閱讀上比較容易一點 所以這個你一定要會 哪一個 李嘉 我已經幫你整理起來了 這個就是搭配 按捏 你有兩種方法 一種就是Ctrl 加 加號跟減號 就是把我們網頁放大跟縮小 放大跟縮小 如果更藍一點 不想放開滑鼠 有沒有 有些人就覺得滑鼠一離手 就覺得 你就Ctrl 按著加滑鼠滾輪就好了 往前放大往後縮小 往前放大往後縮小 這樣會不會的 OK 那另外呢 如果你想搜尋一下網頁的內容的時候 其實當然你可以按怎麼 Ctrl 加 F 直接在上面直接找關鍵字就好了 好 其實網頁內容的搜尋是這樣 比如說我要找一個 滿意好的 好 你有沒有發現什麼事情 有沒有都亮起來了 對不對 而且你用Google 然後 有沒有發現右手邊有什麼東西 你的關鍵字的位置 這樣知道了 所以你用這個方式 在 不管你有沒有所謂的 網站有沒有提供搜尋的功能 是不是就很方便 就快很多 那當然你不要你就直接挑掉 或者是你用這個 上一個下一個 有沒有這樣也可以跳 那再來呢 這裡 很容易 會遇到這個問題 現在網頁有沒有很長 所以平常各位那都很會滾吧 滑鼠很會滾啊 滾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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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滾 有沒有才能夠往下 你累了嗎 你不累喔 我要回到最上面 我要跳到最下面 為什麼一定要用滾的 不能直接跳樓 跳到那裡去嗎 當然可以啊 對不對 而且你用滾的 其實反而比較不容易找到 不要忘記我們有幾個 按鍵是可以用的 在這邊 你要回到最上面 直接按Home就好了 因為有些網頁 它並沒有設計回頂端的功能 對不對 直接用Home就可以了 不要滾那麼久 滾久真的會累 再來你要跳到底端就End 你也可以上一頁下一頁就怎樣 Page Up Page Down 或者是按住鍵盤的Space 這個我發現是大家最不會用的 我要看網頁的內容 如果比較長 我找一個網頁的內容 比如說你到我的部落格 我的部落格很長欸 但我這裡看完了 我要往下 卷動是一種方法 但是我已經看完了 我再往下 你覺得這樣 有沒有比較快一點 因為我只按了空白鍵 鍵盤上的空白鍵 它就會自動下一頁 當然你按Page Up Page Down也可以 所以其實像這幾個 常用的快速鍵 真的不要忘記 至於其他這些不要 就還好啦 障一頁下一頁 你不用沒關係 但是這幾個我覺得 可能對各位平常 流覽網頁比較有幫助的 其實你可以稍微 試看看 不要只有依賴滑鼠 滾滾滾 真的 有時候會很累 OK齁 好 好 好